两手抱个太极球 我们太极拳叫做齐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 我们两肩稍微微弯 但是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你不管爬山也好打拳也好 这个膝盖如果超过脚尖 你膝盖就爆消掉了 然后我们移到右边两手换个 那个太极球的大小就是个篮球的大小 然后再往左转 这个是定步的这个云手 然后再转过来上下相合 再转过来用我们的腰来带 这个就是云手 云手的话两个肩膀要放松 你们看那个太极拳的那个电影 杨禄禅大师 他这一招云手有防守也有攻击 好 画个吸气 吐气 收腿 这就是混元装的气功 好 谢谢各位